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 你要錄影還是要有一個比較好的設備 對不對 剛剛老師有提到 其實用DV當然可以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它的品質雖然很好 可是檔案勾太大 可能我們要分享比較不容易 那我們這邊呢 就建議各位 你可以試看看 就是用一些 我們的所謂的webcam 網路攝影機 其實你現在在買這個網路攝影機 你稍微挑一下應該一千塊以內的 就是不要太差的 那個一兩百塊的 那個可能就真的不太行 可是你現在去選 大概稍微中價位一點點的 應該效果都還蠻不錯的 收音效果也不錯 也許它沒有像 就是那種面圖道的效果啦 但是以一般來講 錄不下來的品質應該都不錯 而且像這些的 他們都是什麼 像各位在我們現在教室現場的 你都發現有麥克風在裡面的話 是不是很快 對不對 你不用再準備另外一個收音的麥克風 好 當然 以後還是要準備那個三腳架 比較方便 OK 再來 這個我就不做了 因為如果你本身是透過 網路攝影機的麥克風 這個都不用做設定 因為免Driver直接進來 他就連 驅動程式都幫你準備好了 所以不需要做太多設定了 比較省時間 OK OK 那這個 這個就跳過了 再來 剛剛我們已經有看過這個 我們現在呢 再往後面看一下 其實錄影 主要就是 您會操作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呢 直接跳到 我們那個Active Rentor的部分 直接跳到這邊來 這個呢 您如果從我這裡下載 下載這個安裝的版本 齁 你把它安裝起來 直接點兩下安裝起來 我看一下 好在這邊 你就直接點兩下把它安裝起來 因為這個有中文 所以各位使用上 應該比較不會有太大困難 他錄下來的話 好吧 安裝過程是英文 齁 那沒有關係 你就只要會下一步下一步 Yes OK 這樣就好了 因為就會成功了 這套軟體本身他錄下來是MP4 但是格式上來講 會比我們就是用第一套 好大一點點 好再大一點 好 把它安裝起來 沒有都中文的 對不對 那所以您就可以從這邊 來做什麼 新的專案或新的錄製 他原則上 其實這套軟體 本來要做什麼 本來是拿來做 數位教材用的 只是他也有剪接影片的功能 剪接影片的功能 所以您可以從這邊 像 我就開一個新的專案 好比如說我開一個新的專案 你看 你可以選擇 看是直接錄製 還是說 我就直接拿我的PowerPoint進來 來做加工 因為一般各位 你會不會在簡報裡面直接放影片 這種機會好像比較少對不對 因為你會發現好像比較不好用 新版本的那個PowerPoint可以這樣做啦 可是如果我們一般用的舊班 2003啊 2007啊 可能你要直接在裡面加影片 會相對比較 就是使用上比較 不是那麼好用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PowerPoint 匯進來之後 我再看是要前面後面 要加一些其他東西 加影片的說明 甚至加測驗都可以 這個是可以這樣做的 那你看喔 我假設我就先開一個空白的專案好了 開一個空白專案你看 這裡有尺寸可以選擇 各位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不同的尺寸 對不對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這個尺寸是長這樣子 因為這些都是標準的 視訊的尺寸比較多 視訊的尺寸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老師一件事情 YouTube大家都去過對不對 你有沒有用過這裡 有沒有用過這裡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大家有沒有用過 沒有 請問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代表的解析度 簡直的解析度 簡直的解析度 請問它代表的是寬還是高 常跟寬都會變高 我知道 但是這裡只有一個數字 反正機率比買樂透高 二分之一 平時喔 應該是寬 寬 有沒有別的選擇 因為我會問這樣 表示還有別的機會 其實你注意看一下這些數字 跟我們剛剛這裡的 你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一樣的 這個是影片的高度 影片的高度 所以如果您剛剛有看到所謂的720 代表的那段影片是1280x720 1280x720 那一般我們講的這個Full HD 指的1080 它指的就是1920x1080 那上面這個呢 720x480就是所謂DVD的規格 有沒有我們一般去那個外面租片子 它如果是DVD的就是720x480 如果你借的是那個Full HD就是藍光的 它就是這種1920x1080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的 老師剛剛講的沒有錯 事實上從這個裡面 你所看到的一定是數字越高的怎麼樣 品質是越好 當然代表一件事檔案就越大 所以720以上我們就稱作HD 就是高畫質的 我們一般講的高畫質 那只是高畫質裡面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這樣子的 也叫高畫質 有沒有 也加 這個Full HD也是 那最近呢他們又在推什麼 郭董 對對對對對 郭董不是那個過年的時候在推什麼 4K有沒有 黑又更大 像我們現在那個 好像 那個什麼 神中那個Galaxy S5啊 可以錄4K的 手機就可以錄4K的影片了 嚇死人了 可是檔案就很大 老實講 我們一般應該暫時還沒用那麼快 因為你要播都是一個問題 不要說剪 錄就不簡單了 那你更何況要播跟剪 所以 你可以從這邊先選擇一個 你覺得適合的尺寸 假設我這邊 我就要做成DVD的版本就好了 那麼我就用720480 那我可以增加一個 這個 這套軟體跟我們在用那個什麼 PowerPoint很像 我們PowerPoint叫做投影片對不對 這邊中文翻做幻燈片 這樣了解齁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我就可以按OK 這個時候呢 你進來了 他這個地方就是我們以後的那個什麼 影片的大小 影片的大小就在這邊 你就可以把影片叫進來這邊做剪接 待會兒呢我們試著來剪看看 好不好 所以麻煩各位你這個裝起來之後 你從這裡我這個先關掉 再看一次喔 開一個新的專案就好了 你可以選擇空白的 我們直接用空白的來做按預設的 好我們先 因為老師的螢幕應該比我這邊 就是大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選擇到 大概這個尺寸應該都還可以編 那我的就用先用DVD的就好 好選好之後請你先設一張投影片 那麼你的專案要叫什麼名字 要存在哪裡 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可以自己先決定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你就按OK 這樣就會像我剛剛一樣先取得一個 好那我就把畫面先還給各位囉 請你先開一個新的